还有一些不文明的现象 这个确实是有 我觉得我们的国内在这几年 也在加大了一种教育 我们的国民去境外 到国外去旅游的时候 应该更文明 应该更表现出一个中国人文明的那种素质 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问题 但是其实这种 事件是因为 据说是因为购物不够 导致当地的导游 很不满 那你购物不够 他这个回用他就收得少 所以采取一些这些小动作来报复 那么这类的事情发生在香港也有 过去香港也有 一些购物团 因为钱不够 被遗弃在街头 半夜不让他们没有通销 这种事情在香港也有发生过 但是我们看 发生过这种事情 解决的这些手段不一样 香港发生过多起这种 旅游团卖猪宰团这种情况 警察去解决的手法一般是 来了以后先向双方 激动的双方先把它降温 先把它平息下来降降温 然后事情 总是公邮公里 婆邮婆里 然后把相关的事情 请旅游部门的相关部门 消费委员会等等 这些部门里面介入 大家来进行调查 如果涉及到诈骗 涉及到一些刑事案件 那警方就要跟进 那么这个一般的事情 在香港在这种处理的方式 已经成为一个模式了 没有出现过要出动特警 那么澳门这个事情 完全我们看到 不是说从处已经失控 已经出现有人流血 已经无法控制 所以我觉得澳门 今天我们回头看看澳门出现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说 仅仅是一台特警的问题 而是反映的是澳门政府 澳门整个管制能力 在经济发展 经济起飞的这样一个 而且短短的时间内 经济起飞以后 它所面临的一种挑战和考验 对 那么这个事件曝光之后 澳门警方还有澳门的旅游部门 都在对这个事件进行调查 当中的话 其实大家更关心 就是如何来补救 因为这个事件而造成的负面影响 关于这个问题 我们在下期再来听听一个分析 观众朋友广告之后 再回到时时开讲 一会儿我们再见